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起别人钱了 甚至哪怕他穷其所有 未来一辈子都给别人打工 挣的那个钱也还不起别人的钱 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我们可以说 他们没有主观的故意想赖赵 但是客观上 他们真的造成了赖赵的情况 而且以他自己的能力 很有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就要永久的把他打到地狱中去 永远不让他翻身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一千多万老赖说实话 那也是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 所以参照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 我们在讨论 要不要设立个人破产法 而正在这个讨论进行之中的时候 温州有一个法院 已经率先践行了个人破产法 我们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温州有一个蔡某某 早年间和朋友 共同组建了一个机械公司 他占30%股份 是个小股东 有出资义务 但是并没有全脚 这点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虽然我们今天注册公司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注册资金全部脚了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如果成为某公司股东 你有认脚义务 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认脚义务不是虚的 它是实的 未来你公司破产的时候 你真的对公司有这个义务 长年以来 虽然这个蔡某某 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营营 但是毕竟他是股东 对公司有出资义务 而且当公司对外借款的时候 他经常作为股东 要签一些字 结果两年前 公司破产清算的时候 法院认定蔡某某应当承担 这个连带赔偿责任 多少钱呢 214万 这已经不是一笔小钱了 可是对于蔡某某来讲 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为法院经过调查得知 蔡某某现在在另外一个小企业工作 在这个小企业 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 4000块钱人民币的月薪 他老婆在另外一个企业工作 也就是4000块钱 而且蔡某某本人 还患有多种疾病 每个月固定的 得拿出相当一笔钱来 买这个治病的药 也就是说 每个月这个家庭 可能连1000块钱都剩不下来 而他要面对的是 214万的巨额债务 怎么办 按照以往的司法经验 我们当然可以把蔡某某列为老赖 列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他不可以搞各种高效费 当然他也没有钱 没有能力搞高效费 然而这笔账可能就是死账了 因为蔡某某每个月 我认 但是我真的没有钱 他恳请债权人们 能不能给他宽限一条路 最后双方经过调节 达成一个协议 蔡某某在未来的18个月内 准备出来 3万2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相当于这214万的 1.5%左右吧 一次性的偿还给所有债权人 而债权人呢 就认可他这3万2的赔偿 顶掉了那214万的赔偿 形同蔡某某个人破产 而且法院还特别 订了一个补充条款 在未来6年 蔡某某如果还能赚到钱 赚到比现在保证 他基本生活费以外的钱 那么这个钱 蔡某某将主动拿出50%来 偿还给债权人 这就已经很像 西方很多国家的个人破产法 西方很多国家的个人破产法 是怎么定的呢 一个人如果你真的资不抵债 你没有转移资产的行为 你是个诚信的人 但是你真的由于 个人能力还不起债了 那么法院会认定你个人破产 把你几乎所有 还能使用的个人财产拿出来 一次性的还给债权人 其他的就算一笔勾销了 但是在未来的5年到7年之内 你还是一样不可以高消费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突然发了财 你这个钱还得拿出来 还给债权人 有人可能要说 欠了200多万 就还3万多 这个账就一笔勾销了 这个客人破产法 对于老赖也太松了吧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 以蔡某某那个状态 你就是给他100年 他能不能赚到200多万还给你 个人破产法 就是要解决那些 本人很诚信 但是由于人生经营失败 把自己陷入到了破产边缘的人 不想让他们成为老赖 希望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而同时对于债权人来讲 债权人要免掉的 其实本身就是一笔死账了 为什么在这个案例中 债权人最后能同意 因为债权人也清楚 以蔡某某这个状态 你就是不同意他这个方案 未来你也拿不到钱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